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迪丽热巴早年美照被爬出,身材好到爆,模特都自愧不如。 曾几何时,热巴小姐姐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摇身一变成了炙手可热的大明星,仿佛还在昨天,我们看见迪丽热巴站在舞台上羞涩的表情,突然之间变红变大江南北。 随着自己的实力不断增强,迪丽热巴不仅自带流量,而且还一手打造了属于自己的工作室,真的是让人佩服不已。 在说到迪丽热巴的时候,相信很多网友的印象都是非常的深刻,她是属于90后的小花旦,也是机遇和美貌于一身的娱乐女明星, 在之前出演《三生三世》中的时候扮演的凤九更是吸引了很多粉丝,而且当年也正是因为这一部电视剧,让她顺利地在娱乐圈中走红了, 而且走红之后的迪丽热巴陆陆续续地拍摄出了很多的电视剧,基本上由她主演的剧都很火。 她是克拉恋人李绿珍的高文,是漂亮的李慧珍李善良的李慧珍,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活泼可爱的白凤九。 喜欢迪丽热巴的小伙伴们肯定对这些角色都很熟悉吧,其实迪丽热巴因为电视剧火之外, 其实迪丽热巴的颜值和身材也是迪丽热巴的加分项,颜值惊艳,充满抑郁风情的迪丽热巴深受男生的喜欢, 更是因为身材性感,让一些粉丝甚是着迷。 说起迪丽热巴的性感身材,小编不禁拿出珍藏了很久的一组照片,分享给亲爱的小伙伴们, 这组写真对于粉丝来说美丽依旧,不过尺度真的是有点大。 毕竟之前热巴一直都是很保守的,粉丝们也都知道这一点。 这次的造型师真的是挺大胆的,宅男们估计要给造型师夹鸡腿了。 话不多说,粉丝们赶紧睁大双眼好好欣赏一下这难得的美照吧。 平时非常保守的迪丽热巴一旦性感起来得着的是让网友们按耐不住啊。 毕竟光是颜值都那么高的了,再穿得这么性感,真的很多男性网友都有一种初恋的感觉了, 性感起来的迪丽热巴身材真的一览无余,粉丝们看到之后也纷纷表示, 这身材真的是堪比娱乐圈中一些模特的身材了。 说到热巴,很多小伙伴也许会说,如果不是杨蜜利捧。 诚然,如果没有大秘密,热巴也许没这么快发达,但是杨蜜也仅仅是给了他一个机会,仅此而已。 古语有云,烂尼服不上墙,如果迪丽热巴自己没有足够的实力, 大秘密想捧红他也是不可能的,这是毋庸置疑的。 娱乐圈中不乏身材好颜值高的美女,但是走红的却寥寥无几, 热巴算一个,大多数美女只能沦为廉价花瓶,难道大家要把热巴的成功归于运气好? 相信这个理由说服不了大多数人吧? 热巴的美,别具一格,她的五官给人的感觉更加偏西方化, 也许这是新疆美女的独有气质吧? 那种抑郁风情总是让人无法自拔,热巴的颜值和身材都几乎是无可挑剔的, 颜值好可能要归功于强大的基因遗传了,身材好是因为热巴经常练习舞蹈。 有粉丝也曾经扒出热巴早年的舞台表演照片,从照片中可以看出, 热巴的身材真是柔软的无以复加,这种驱度的舞姿, 要是放到普通人身上,会不会把老妖给闪了呢? 或者直接崩断了? 不过这种高难度的动作并不常见,尤其是配合着紧身衣, 显得热巴的身材更加性感,难怪男粉丝们看了会垂涎三尺, 女粉丝看了羡慕极度恨。身材如此完美, 想必不少模特出身的艺人看了也会自叹不如吧? 不过,好身材是要付出代价的,据悉,热巴幕后经常加班练习舞蹈, 而且在饮食方面也控制得比较到位, 如果没有幕后的严格纪律,怎么会有台前的光鲜亮丽? 对于大部分网友来说,看到热巴的颜值就已经目不转睛了, 根本无暇顾及热巴身上的其他优点。 其实,热巴两条大长腿也非常吸睛, 尤其是热舞的时候,简直要亮出天际了。 也难怪小伙伴们会说,新疆出美女, 前有佟丽娅,后有迪丽热巴,各个都是角色美女。 看了热巴的早年性感召,小伙伴们觉得她的身材如何呢? 感谢您观看视频,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